昨晚的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关押军决赛首回合比赛 主场作战的上海女排3比1 立刻天津女排 这两支球队的较量 是国内最强复工之战 天津队的袁新月和王媛媛 是中国女排的主力复工 而上海队中不满26岁的高毅 也是国家队复工线上的重要人选 而这场比赛 实际上也是高毅的一场正名之战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今天在国家队 也是比较相互了解的 我是在进攻上做了一些困难准备 就是在我今天打不死的情况下 就是提醒自己不要着急 在篮房环节小细节的环节 做的更仔细一点 如果进攻遇到阻碍 那么就在篮房上多下功夫 让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上海队拿到赛点的这个球 面对天津队的奋力反扑 高毅连续完成了三次有效篮网 帮助上海队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关键时刻 他为球队立下了战功 正场比赛 高毅已贡献7分 其中篮网篮下2分 虽然与国家队队长袁新月 独得14分的表现相比尚有差距 但已经是不错的表现 我觉得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但是我希望就是在下一场的 下面的比赛 还是把自己精工发挥出来吧 因为想帮强攻再分担一些压力 因为对方肯定也会对我们的重点人 肯定做重点的篮网准备吧 昨晚的比赛 国家队主帅蔡斌也在现场观战 今年是奥运年 能在这一年中有一个好的比赛状态 不仅能帮助俱乐部在联赛中争取好成绩 在国家队层面 也能为中国女排的奥运备战增添选择 高毅拥有出色的弹跳和篮网取位能力 比赛经验在迅速冷击 昨晚与袁新月和王元元的直接对话 可以帮助他在强强碰撞中更快地提升自己 两个队伍的复工 我觉得就是国内最好的四个复工了 现在 那对于我们来说 高毅是一个年轻复工 包括薛宇智今年来的 那我们还是对他的要求 还是今天在场上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上去冲一下 把自己的特色拿回出来 他今天整体来说在线吧 决赛第二三场较量都将在天津举行 天津主场的气氛向来热烈 高毅希望自己能保持好心态 全身心地投入比赛 我们也看了嘛 然后天津这个场地 也是比我们现在这个场地要大 然后观众会更多 我觉得打到后面 也是在调整心态的同时 也是要在场上享受比赛吧